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池氏受到东北季风吹拂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是比较凉一点 不过今天降雨的情况明显的趋缓下来了 很多地方也逐渐的有阳光露脸 预计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 而接下来呢明天的下午开始 随着风面云系逐渐的接近 开始云量会变得比较多一点了 而且从晚上开始受到风面云系的影响 中部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就会开始有局部的短暂云 而且越晚呢降雨会越明显 就连南台湾也有机会出现一些雨势 局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些 提起您务必要记得加强这个防具的工作 像是呢寻寻看这个排水系统有没有正常的运作 因为呢恐怕这场雨会从礼拜二晚上开始 一连下个五六天左右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农业小叮铃 最近呢真的是阴雨不断哦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再加上呢有些时候下雨伴随着低温 非常有利于马铃薯跟番茄晚疫病的情况发生 特别提醒您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哦 像是像这样子阴雨的天气之前呢 要赶紧的进行投药的工作 像明天的上午就是很适合进行投药工作的时间 特别提醒您要把握好这个时期哦 赶快进行投药的工作来减少晚疫病的情况了 那么最近呢在南台湾地区比较温暖 很多地方高温其实都超过了25度了 在线上降雨少非常有利于像这个斜温夜额啊 或者是甜菜夜额等等的这个夜额发展起来繁殖起来 所以特别提醒您也是要记得加强防制的工作 如果呢发现你的叶片上面呢有一些软块的情况 就要赶紧的摘除来降低夜额的密度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呢 刚刚提过了明天上午好天气 但是从晚上开始新的一波封面雨气 就会通过台湾来 北部中部跟东北部地区开始下起雨来 而且接下来呢就会有源源不绝的水气啊 一尺一尽台湾来 预计呢这样子不稳定的天气 至少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一左右 所以等于呢是从礼拜二晚上开始 一直到下个星期一 各地都会有降雨的情况 而且局部地区雨势还会蛮明显的哦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明天上半天真的天气还不错 要好好的把握 接下来呢就会开始有持续的大片 而且呢是非常多的水气 到台湾的上空 各地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雨势 雨势最明显的地方呢会落在 中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还有山区雨势会最明显哦 预计呢接下来每天都会有 非常明显的雨势发生 不排除呢有好大雨等级的雨势 所以真的特别提醒您 一定要赶快的寻寻看 排水系统有没有正常的运作 因为这长雨呢不仅是下的久 下的雨势也会非常的明显 是一波非常明显的春雨 而且呢甚至有一些伴随雷雨的情况发生哦 真的要特别提醒您 多加留意排水系统是不是正常的运作 接下来会有好几天都有大雨的情况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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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